中期盈利8,314,000美元 按年上升超过62倍 但是瑞信和摩通都削减目标价 股价半天就跌了一成那么多 其实你见到它 为什么说差一个预期呢 它不会拿同比 去年的半年来比 就是几十倍 因为上半年大家都知道疫情深受影响 但是同比倒转拿回上年第二季 不是第二季 下半年来与现在的环比 就是去比 半年半年 上年的下半年与今年上半年去比 那又正好吗 我觉得又是不正好 就是上年的上半年这么差 下半年可能多一些单 接着今年的上半年 拿回今年上半年与上年的下半年 去环比去算的话 又说跌了两成多 所以就差了 所以我们整体去看的话 要看回对上几个半年去比 其实你见到它的价值来计 其实就很稳定地 都是说那些成本的了 差在就是revenue的问题 就是revenue 成本 它都有解释过 成本其实就是原材料 各样东西 都是有点上升 成本就不会跌得到去哪里了 都是保持着大概那些水平的 无论revenue要做多少 所以其实就是说 当它的收入 只要来近 比现在做多可能一两成 不用多 它的扣完成本出来 那个 即是revenue已经会高几成了 可能来近 是吧 当然就是看你来近 对它的看法 它现在大概 今次赚8300万 它无论看它赚的钱 revenue cost 其实同比来计 你可以检查它之前的 数据 大概是19年的水平 那么你会看到 糟了 如果19年的水平 它曾经之前 因为疫情性 它可以跟你说跌到 三四元也试过 但是19年的时候 你可以检查 是 即是跟去年比 就跌了 但是你去回 去年就疫情 接过很低 那些其实你可以削掉 因为你现在 不是疫情那时候 那些的 收入水平 去回到19年左右 下半年的水平 的话 你可以检查 其实就是大概 在说 它的 range也大 7元 至大概 10元 这些位置 尤其是下半年 因为19年的下半年 比上半年差 所以跌了下去 但是整个19年 全体去看 其实 大半年 它都是维持 就是9个几十元 之前升过上20元 就是说100年的水平 100年的水平 其实你看回 100年赚的钱 比现在很多 但是你看到 细数 其实收入 其实收入 去计算 和现在大概 其实就是差一成的收入 就是 如果你看 来后它只保持着这些水平 可能是 700元也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看 它来后 譬如 它说 否认了暂时有Tesla的单 但是可能 来后会有 这个第一 只要你看 它来后 是多一至两成的收入 已经可以 去到100年的水平 我当时 是说 一定是10元 楼上 炒到19元 这个就是整个 Picture OK 都很长 小vindity 你除了 见智饮水 见智早饭 和见智站好 还有留言 和分享 记得按下 留下个钟仔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